欢迎收看今天的独孤九剑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9月3日的时刻点 刘俊仁老师为大家录制影音节旁 在今天台股中道影下跌99点 将近8点作收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已经跟大家提示到 要开始去注意 不论是德国 日本韩国今天的跌势也不清后 那包含 俄罗斯巴西中国 今天中国股市也相对一个弱势 也持续向它做一个探低 这很可能是一个短期 您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在上个礼拜四之后的上跳三公之后 短期的回档 短线上面回档 有进一步发展成波段反转风险的可能性 所以在周围的解盘 我们跟大家报告到说 如果是以我的思维来说 有上跳三个缺口 以及指标连续 九天扣告这种过程里面 我们会掌握一波 这一次短线上面回档 发展成中期波段回档 要去避险满仓空单进场 这样子一个机会 这是上个礼拜五 礼拜四我们就事先跟大家分析的 事实上在上周 礼拜四的一个时刻点 那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 极短线上面的三个缺口的解禁现象 而时间波浪刚好到 我们讲的会连续的扣底高值 一个控方抵抗位置点 所以我们反而短线上面 比较跟所有的投资面的强调 是说集团波又出现了 每一波即将反转之前 惯性改变有这种 有台积电领盘上跳四个缺口 上跳三空的一个现象 所以不断提醒说 投资面有这本四个局会先回再说了 那也要提防这个西浪正式的起跌 而原先 类似像矽线经元被动元件 这些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跌升反弹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尤其半导体矽线经元的部分 能不能点名相关个股 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探击杀 好这结构已经是越来越弱了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刻点 也特别提醒到说 德国日本韩国 巴西中国 B波的 这个位置点已经很可能 就是在上周末的一个时刻点 你要开始注意比较明显 短线上面 这个仅仅只是一个月底的作涨承接 或者是MACI季度调整一个买盘 所以其实今天比较明显的盘式格局会补跌 也是因为周五的有尾盘的一个向上拉抬 那的位置点跌破了 就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获利了结 或者是说短线上面停地停损 慢压出荣也加速了今天这个盘式格局 重点就是在早盘还是在10点之前 在这边11点这边都还是一个明显 在这个上个礼拜我的MACI换手架的 这个位置点做一个防守 很可惜中场跌破跌势开始加速 所以就开始提醒到 类似这样的一个讯号出现之后 第一个盘式格局大概笃定是三天过不了高点了 那确定这一个多方的一个趋势振兴一个反转 那你要开始注意这四个交易意志 这三个交易意志刚好是摩胎子 那高解算位置点嘛 周四周 这个周三周四周五的一个位置点 那今天确定的补出了这根场黑之后 没有太大悬念 我们大概要针对摩胎的一个部分 看的就是它一个比较凭空思维 那摩胎子空方控盘过程里面 会不会本月份开始进行一个压力结算 那很重要的是在 我们知道在这个2000亿美元一个升级 那第一个的公听会议其实在上周已经结束了 那在美国时间的9月5号 美国时间的9月5号 很多人在台股要到9月6号去反应 我们要去观察是说美国总统 在川普的部分会不会真的如同他所扬言的 现在美加之间的谈判也暂时停顿了 看起来就是在这个世界各地 因为10月6号的一个选举之前 大家知道是一个政治影响的短线上面的一个思维 但是如果说确定这个 这个针对中国的一个课税2000亿美元的一个过程里面 势必也会引动了这个全球股市 比较针对贸易战的一个争端跟疑虑 所以这盘式格局 开始注意摩胎子确认是反手空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第三米空单进场流仓了 整铁盘是可以至少四天 指标还是持续扣高 这个四天还是不利多方的 你也要开始去观察 在接下来不论是中国或者欧洲股市的一个主跌段 是不是如果我们规划开始出现的比较明显 一个长黑向下 而这一波的修正就不仅仅只是一个 短波震荡要去回踩前一波 这个9月期的一个转通区 很可能顺势就一口气打穿了 那所以我们原先有 刘老师就一直跟大家预告 我认为至少回到10900 10800 这个三个缺口全部会补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好几次 已经连续三四天跟大家讲 三个缺口全部都会补 那明年低开构成里面比较切记 如果以跳空低开的方式形成导创反转 有很大的几率会形成 我们讲的这个击杀走势 这个是在明后天 投资片要去关注到一个风险 所以上个礼拜这根K线的时刻点就直接 我们第一第二笔的波段空单 11,050点做个进场 那这一笔第一笔的空单部分已经 端段一天拉开这个200点一个价差 那今天的部分再去进行一个加控动作 抓今天的高点当成一个短线上面的管控点 如果明天低开的话 我认为这个点四会加速 那既然已经破了这个周五的大量点 好就比较积极的 那从四笔空单 波段空单流畅 去预防接下来盘式格局 按照刘老师规划 有主点断然期让起跌向下风险 好提供给所有投资片有做参考 预祝大家在明天的时间点 交易顺利